嗨,大家好,我是强林 现在就透过我的镜头一起到台湾 请关注我的视频 点到我的主页,你可以发现更多的台湾哦 有问题,写评论,我们走吧 高雄原山大饭店建于1957年的高雄爱河畔 1971年牵制由台湾西湖之称的澄清湖畔 比起台北原山历史更是悠久 独特的历史背景 全世界少见的挑高宫殿式建筑 使高雄原山与台北原山一样 是蒋介石及蒋宋美龄 在台湾南部接待各国政要的首选 也因此披上了一层神秘不可谢万的色彩 走过了一家子 这座集合西方建筑的雄伟 与东方建筑的古典与一体 雕梁画动 红珠大柱的历史饭店 印象中的神秘也已箭淡 随着蒋世家族的影响力退去 饭店也开始吸纳平民百姓 让我们有机会一清方泽 我们就来一次最近距离的接触 并直接进到蒋介石专属的 总统套访改建的秘境咖啡厅 体验不一样的下午茶时光哦 朋友们我是强你 就让我持续带你们发现更多的台湾哦 记得关注到我的主页观光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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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